109 上海證券報 基金也瘋狂72隻基金三天回報如15% 2015年7月15日新聞財富管理04趙明超記者趙明超零編輯長公從千股跌停到千股漲停 從賣不出到賣不進 戲劇性的驚天大逆轉 讓抄底資金獲利頗豐 也陽公務基金的正值大幅回升 統計數據顯示 從上週三到本週一 短短三個交易日 超過400隻基金帳幅超過10% 72隻基金帳幅超過15% 更有4隻基金帳幅超過20% 帳幅最大的保盈瑞峰創新混合基金帳幅高達23.09% 從最近一段時間基金正值變化看 在前段時間的急劇下跌行程中 由於投資者大幅熟悔 基金經理不得不賣出股票應對熟悔 也使得部分基金約跌幅1到超過10% 對於以追求相對追求穩健收益的基金投資者來說 可謂觸目驚心 有意思的是 隨著最近幾天市場航程快速逆轉 同樣極端但結果相反的情形又出現了 從上週四至今 有多隻基金產品正值日帳幅超過10% 其中7月9日 信達兔銀精華配置混合基金帳幅為10.567月10日 二方達瑞享混合基金帳幅為21.1% 華泰柏瑞健康混合基金帳幅為10.567月13日 有多達9隻基金帳幅超過10% 其中帳幅最大的國金通用陰用靈活配置基金帳幅為15.22% 保營基金旗下則有5隻產品帳幅超過10% 據了解 對於當天帳幅超過10%的基金 主要有兩方面原因 一種原因是前一天投資者大幅屬回所致 另一種原因是基金重倉股停牌 在停牌期間按照所述行業進行股值 基金對其停牌股的股值價格會低於股價 而在最近幾天強勢反彈行程中 停牌股幾乎均已漲停報收 導致基金在計算正值時 停牌股漲幅遠遠超過10% 從而使得基金正值大幅飆升 由於上週三市場半數公司停牌 導致不少基金公司十大重倉股中 有六七隻乃至更多股停牌 當上術公司復派時 就會給基金正值帶來很大貢獻 對於逃離基金的選擇 可以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選擇新興成長主題風格的基金 在最近一段時間跌動行程中 藍籌獲得救市至今的更多關注 跌幅相對有限 但反彈時空間也相對有限 相對應的藍籌主題基金 套離空間也相對有限 其次是關注最近一段時間跌幅較大的基金 跌幅較大表明基金倉位較重 儘管前段時間跌幅很大 但反彈起來也會很順猛 最後要關注前期業職表現較好的基金 從歷史數據來看 過往業績優秀的基金經理更靠譜一點